這件是否是連衣裙 它的價格是否是十萬元 那各位是可以向余美人美人姐來求證的 所以歡迎大家可以去問問他 所以這件衣服實際上應該不是LV的 而且呢也是人家送給我的 我沒有印象它是LV啦 那再來就是 今天為了要攻擊我徐曉星 連我穿什麼衣服多少錢都要管 請問是愛找誰了犯了什麼法了嗎 所以我希望這些過去的寒沙攝影打不下去的時候 大家就不要再丟一些五四三的東西出來自取其辱了 如果今天真的要看一件衣服多少錢的話 我現場脫衣服 我是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希望我要脫光他們才滿意 這件衣服大家可以看看是什麼牌子的 然後我其實如果你們有看我平常時 在立法院的問證的話 我很常穿也不是第一次穿了 前幾天都是穿這件 然後我還有包色 所以我有米色藍色跟黑色 是Uniculo的 一件大概是一千多塊錢 這件衣服也要這樣子嗎 沒有大家喜歡拍就拍 這件衣服也是Uniculo的 大概八百多塊 具體價格我不是很確定 我也包了色 四個還是五個顏色我都有買 當然我們今天作為中央的民意代表 有的時候我會有一些比較好的衣服 但只要衣服能夠重複穿 甚至作為二手衣給我的家人穿 其實我覺得還是很划算的 但是這不等於我所有的衣櫃裡面 都是他們所說的所抹黑的那些價格跟那些衣服 這個一點道理都沒有 所以我想要問民進黨到底想怎樣